大家好,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騎池村 騎杖89 生霞10 蝴蝶20 飛獵手4 潮汐29 明朝一條龍1.0全收集 任務生霞騎長香寶箱飛獵手 潮汁魚系針疊蝴蝶 好,那這一批我們還是來到 騎池村的這個中蘇信標 到這裡之後我們把資料轉到 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太角 在對面有一個潮汐之一 好,這邊上來把這兩隻怪清掉 好,清了怪之後來拿到這個 潮汐之一的獎勵 拿到了這個獎勵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東方向地圖邊抬頭看 在上面那個 這邊那個石頭的頂部 有一個 生霞 這裡有一個生霞直接爬上去 爬得差不多 記得回復一下體力再繼續往上爬 好,那到頂部 好,跳起來拿到這一個生霞 那拿到生霞之後我們再把視角 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太角 這裡直接往前飛 在 前方兩棟房子的中間 圍牆 圍牆底下有一個 朴素其他項 好,來拿到這個朴素其他項 拿到之後我們再打開地圖回到 中蘇姓標 起池村的這個中蘇姓標 好的,回來之後在東方向地圖邊 上 那邊那個石頭上 有一個 生霞 這裡直接過來爬上去 好的,拿到這一個生霞 拿到之後在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跳下來 這裡是一個潮汐之儀 好,來把怪清一下 好,清了怪來 拿到獎勵 勿盡其用 拿到獎勵之後再往北方向 讀上方 這邊直接爬上去 好的,那這裡翻過圍牆 過來之後這邊是一個 這個什麼解密啊 我們直接把這個這坨拿起來 放到旁邊這裡 旁邊一個 這坨拿起來放到正中間 好,這樣就解鎖了 這一個基準起床下 拿到打 拿到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東南 東方向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跟著縫隙這裡跳出來 好,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 飛下來 這裡是一個 重物 壓 壓力機關 壓上去 拿到打機會派上用草 拿到了這一個寶箱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 再往前方這個縫隙出來 出來西南方向地圖走來腳 這邊直接往下走 好,這裡是前方三個柱子 把旁邊這個炸 炸彈撿起來 然後丟過來 把這三個柱子給它炸 同時炸開 這樣寶箱就會出現 拿到的一個 基準起床箱 然後再往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飛下來 這裡是一個 潮溪之儀 好,我們來把怪清掉 好,那我們清完怪之後 拿到這一個 潮溪之儀的獎勵 拿到了這個獎勵之後 我們再把四條轉到我們的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往前走 這邊石頭的這個方向 這裡走過來 直接往前 走過來能看到有一個席聖爹 給它摸一下 帶著它走 好,跟著它到尾之後 再往東方向地圖邊 前方有一個水池 前方有一個水池 在這個水池旁邊 這裡有一個樸素其上巷 撿起來這個樸素其上巷 再往我們的面前 東北方向地圖上角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 再把四條轉到 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 繼續讓它爬 好,這邊走過來 這裡有三隻怪 是一個潮溪之儀 來清一下 好,那清了怪之後 過來拿到這個獎勵 注意植石蜘蛛 植石蜘蛛傷害 還是挺高的 好,這裡我們拿到這個 潮溪之儀的獎勵之後 再往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 往前走 那在我們左手邊天上 抬頭看 左手邊天上 那裡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生霞 這裡我們爬上去 爬上那個平台 爬上平台 爬上平台 好,這裡 跳起來 按一下加速鍵 衝刺鍵 就能上來了 那這個要怎麼拿呢? 跳起來衝刺 再 把這個 把這個勾索 勾索拿出來 好,跳起來 你看 大家看我操作操作一遍 往前按住 按住前進 跳起來 衝刺 然後再 在這個 按一下勾索 就能拿到這一個 這叫什麼? 生霞啊 拿到這個生霞之後 再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下來 這邊下來 這裡有個營地 這個營地是一個怪物鎮守的 騎藏箱 我們來清一下 好,這裡我們切換怪來 拿到這個 酬勞中的精密騎藏箱 拿到之後往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邊直接走到懸崖邊跳下去 走懸崖邊直接馬跳 好,下面有一個 潮汐之儀 好,那這邊這三隻怪 清掉 但是它旁邊有個石頭啊 這裡是一個空物 我們把這個空物給它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把金根給它炸開啊 炸開裡面還有一隻怪 四隻怪啊 全都給它清掉 好的,清完了怪 拿到潮汐之儀的獎勵 然後在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過來把這個 矛點 開一下 好,開了這個矛點之後 我們先把四條轉到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從這邊走 先往這邊走 好,這裡走過來 在這邊有一個 潮汐之儀 來清一下 好的,那青蛙的怪來 拿到獎勵 有機會派上用場 拿到了這個獎勵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走 這裡繞到 前方 這個山的 另一側 繞到山的另一側 好,繞過這個石頭 往我們右手邊看 在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破溢碎石頭啊 打開 是一個 普速其上向 首勞之儀 撿起來之後 直接往我們正前方 北方向牛上方 往上爬 這邊是一個 陰障儀的 挑戰 來打下怪 好,那我們打完怪之後來 開啟這個 機會派西准 起床香 拿到之後我們再把石腳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角 在對面那個平台 平台上有一個 有個挑戰 好,過來做一下 這邊 打一下吧 地圖左下角 好,出現一個 好,出現一個 極准 起床向 拿到打 那他之後在我們 西北方向 地圖左下角 這個 遼望塔的 上面啊 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起床向 上來拿到 普速起床向 拿到塔 那這個拿到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 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角 跳起來 跳起來 這邊有一個 NPC 叫做 新白 我們來和大家對個畫 好,對完畫之後 直接獲得獎勵 那獎勵獲得之後 我們再把視角轉到我們的 東方向 地圖右邊 在對面有一個 潮汐之儀 好,來清一下怪 好,那清完怪來拿到獎勵 有幾乎拿完獎勵之後 東方向地圖右邊 繼續往這邊走 這裡是一個 挑戰 啟動 這裡要回頭啊 好 往回頭的方向 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裡跳起來 然後才能看見啊 這邊西北方向地圖左下角 這邊才能看見 好的,那挑戰完成之後 這裡 出現一個 基準起床箱 拿到達 啟用 拿到了這個起床箱 再往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角 這邊跳起來 跳起來之後 這裡如果說沒有 沒有解鎖這個 橫欄三越這個副本的啊 在這裡記得解鎖一下 解鎖了之後再往 西方向地圖左邊 過去把那個矛點開一下 直接爬上去開 好,過來開一下 好,過來開一下 那開了這個矛點 再打開地圖 我們現在來到 曹森崖上方 這一個矛點 好,我們傳送過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角 這邊 前方有一個飛獵手 這個飛獵手 旁邊有兩隻怪啊 好像不能偷襲 我們稍微繞一下 看看能不能偷襲一下 他跑太快了 好,換個宮殿角色出來 非我不可 好,給他拿到 拿到之後 我們再看到我們的 東方向地圖裡面 在這邊 肩上這裡有一顆 神霞 拿到他 拿到這個神霞 我們把視角轉到 我們的 西南方向 地圖左太角 這邊這裡有一個 營地 這裡我們 改一下 這裡把它 切換成桿枝 用一下桿枝 能看到這個紅線 跟著紅線 過來這個營地 好,營地這邊 這裡有一個 駭路啊 就是連通線路這個東西 我們來黏一下 好的,那現在我們再繼續 繼續來桿枝一下 繼續來桿枝一下 下一個在 下一個在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的海邊 好,在這裡跳下來回頭 好,然後最後一個 再桿枝一下 再桿枝一下 最後一個是在 在那邊海邊 在那邊海邊 我們往西方向地圖左邊這邊 先走過來啊 走過來 你這邊跳下去啊 這裡有一個 怪物鎮守的箱子啊 我們來 青椒怪 放在這裡切換怪 我們來拿到這一個 精密奇草箱 然後我們接著再桿枝一下 再桿枝一下 回你 再桿枝一下 然後 最後一條紅線 往這個方向走 回頭 回頭 最後一個 好,完了之後我們再 回到 剛才那個營地啊 南方向偏東一點啊 低拖的下方偏右 這裡直接爬上了 走過來能看到這個 寶箱高光啊 好,爬上來 拿到它 機會排船用場 拿到了之後 再往東南方向 低拖右下角 這裡 在岸邊有一個 河豚挑戰 好,來做一下 好,挑戰完了之後 這裡出現一個 起唐箱 來按緊 開啟它 拿到了這個 拿到了這個 起唐箱之後 我們再把視角轉到 我們的 西方向 地圖左邊 這邊走過來 這裡一直往前 這裡一直往前走啊 這邊是一個 推箱子的 解密 好,我們來到 箱子這裡 好,我們來到 箱子的地方 然後往南方向 就地圖下方 給它推一下 推一下之後走過來 走過來往東方向地圖一邊 推一下 推一下之後再走過來往 北方向上方 這邊推一下 再過來之後往東方向地圖一邊 再推一下 再走過來 這一次往南方向地圖下方 推一下 接著我們再走過來 走過來之後我們這一次往西方向地圖左邊推一下 好,再走過來之後往北方向地圖上方推一下 再走過來回到西方向地圖左邊這邊 再推一下 好,最後我們 走過來 往南方向地圖下方 給它推過去 這樣 這個 寶箱 就解鎖了 木木琴 我來拿到這一個 基准起藏箱 拿到這個起藏箱 然後在我們的 這個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我們爬上去 在這個 尖上 前方這個尖上 好,在這個尖上的話 這裡是一個 這個叫什麼挑戰 你把這個 點擊開啟挑戰 然後拿起這個 這個什麼 炸藥 這裡的話可以 使用瞄準 使用瞄準 瞄準給它 丟出去 然後炸掉 炸掉之後我們再繼續拉 好,再繼續拉 欸 好,那這邊我們 也可以用 槍手決策啊 這裡的話我們拿到這一個 基准起藏箱 歐勞之外的收穫 拿到之後我們再回頭 這邊這個 債藥帶給它撿起來 撿起來這邊 這些荊棘啊 給它打掉 好,打掉之後裡面是一個 吸神蝶 欸 來摸一下 好,這邊它下去了啊 它下去了 我們先暫時不下去了 我們先往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 往下這邊 這個肩掌啊 這裡有一個 這叫什麼鬼來的 生霞啊 這裡 切換一下勾索 好,過來拿到這個生霞 拿到生霞之後我們再 跳下去 跳下去剛才那個 犧牲跌的地方 跳起來啊 給它摸到位 那這個摸到位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跳起來 來 這邊這裡有一個 這叫什麼 潮溪之宜 來把這塊清掉 好,這個拿到之後我們過來 這個 拿到獎勵啊 拿到獎勵之後我們再把視角轉到 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這邊走過來 好,走過來往右手邊看啊 這邊又是一個潮溪之宜 好,再繼續來清怪 好,那我們清完了這個怪之後啊 過來拿到這個潮溪之宜的獎勵 有機會排成,拿到了獎勵之後 我們再把視角轉到我們的北方向啊 地圖上方 這邊走出來 走出來在這個岸邊 這裡又是一個潮溪之宜 好,我們來把怪清一下 好,這邊清完怪來拿到獎勵 霧靜齊 拿到獎勵之後 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前方那塊 石頭的尖掌啊 這邊是一個 細生蝶 摸一下 然後跟著它走 好,這個西生蝶到位在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跳下來,這裡又是一個潮溪之宜 來清一下 好,那我們切換怪之後來 拿到這個潮溪之宜的獎勵 拿到之後我們往西南方向地圖左邊角 這邊 走過來 貼著右手邊的這個山壁 往右轉 好,那轉過來 我們來在這邊這裡有一個山洞 從這個山洞走進去 注意看我們右手邊 這裡有這個 這個地道什麼鬼來的 樹根 樹根的底部這裡有個洞 這個洞裡面有一棵樸樹 形象象給它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我們再往南方向 就是下方這邊走 南方向就是下方 前方這棵樹 樹葉是 枯 要枯的 那就是黃色的這個 好,這邊走出來 然後在這棵樹的前方 這裡有一個細生蝶 我來摸一下 細生蝶帶掌 那在我們整天方這裡有一個 陰藏衣的挑戰 好,那摸到這一段我們再來把這個陰藏衣挑戰做一下 好,這裡挑戰達成 來拿到這個精密騎倉箱 酬勞之位拿到了之後我們再 回頭西北方向地圖横角 再回頭過來把細生蝶給大家送回去 好,送回來之後 在景前方這一個 潮汐之儀就解鎖了 拿到它 有機會拿到這個潮汐之儀 然後我們再往西方向地圖 西北方向角 地圖左轉角 這邊我們要 爬到前方的 這個什麼山上 好,注意體力 在歇腳的地方稍微歇一下 繼續往上爬 好,那這裡爬上來之後我們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走 這邊走過來 地上有一塊電池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西南方向地圖左轉角 這邊把電池裝進去 裝進去之後我們再會看到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三角 在這個柱子背後 柱子背後 這邊還有一塊電池撿起來 撿起來這塊電池 西方向地圖左邊 來裝到這裡 好,裝上來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 東南方向地圖右轉角 這邊我們爬上去 等會兒會有這個任務提示 我再爬 好,那爬上來爬到他任務提示的地方 好,爬上來 這裡是這個 這叫什麼 連接電路 好,這邊連接了之後 在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裡會有一個 白色的光點 自己點擊調查 會出現一個 基準吉堂商撿起來的收穫 好,撿起來之後我們再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去把某臉開一下 好的,那我們這一批就拿那麼多 就下一批再見 這兒 對,我們會有另外的 的,我們會有啟動 就像這樣 有一個 金聲 我們會有別的